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和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天天節優神載鈴 微信官方公告了 新的五位陰影的神兵的部分 那最期待的就是泰絲怡文拓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第一個是小雪的 那小雪的神兵技能是 自身不攜帶有害狀態的情況之下 治療效果會到8-20% 那如果這個時候是女娃娃娃狀態的時候 可以免疫有害狀態 好 嗯...就OK 好 那宇文拓的部分 離火列地 處於友方的真言地形上 普通攻擊的傷害提高到16-25% 那釋放傷害技能同時命中4-2 如果敵人以上目標的時候 行動結束的時候可以獲得龍香狀態 如果已經攜帶龍香狀態 則立刻將龍香升級成炮陣 最主要應該是炮陣這個buff 然後炮陣的buff是近戰攻 遭受近戰攻擊對戰之前 自身恢復40%的氣血 而且對戰之中物理免傷 提高到15%並發動先攻 也就是說一定會... 啊這個幾回合沒有血 持續幾回合沒有血 喔!不但可以恢復40%的氣血 然後對戰之中呢 又免傷物理 然後提高到15%齁 而且又可以放到先攻 哇! 哇! 這個效果可以持續... 一直持續嗎? 它不可以虛散喔 遭受近戰攻擊對戰後會消失 喔!喔!喔!OK! 也就是只有一次 只是被打之後只有一次 好! 那這buff是永久的嗎? 就是... 可能第二個回合還是有這個狀態 然後一直到被攻擊之後 還不錯啦 就是有龍香狀態的時候 就可以生前跑陣 所以自己有... 反擊的能力 先攻 然後... 又比較不會死 我覺得... 還算OK 嗯...還算OK 可以接受 好! 在子豐的部分齁 本回合使用傷害 絕學造成傷害的時候呢 行動結束之時 根據目標... 根據命中目標數量 為自身施加最多三個友誼狀態齁 那這個友誼狀態 爆擊可以提高1到5%的部分齁 沒多一個啦 也就是說最大可以到3到15% 那... 友誼狀態的數量大於等於 5到3個的時候 這絕學範圍才... 喔! 嗯... 不過這個...這個... 我看一下喔 根據命中目標數量 為自身施加最多 OK 反正就是友誼狀態越多的話 你的絕學... 呃...會範圍加1啦 可是... 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神秘技能是5啦 5...其實蠻... 也是可以啊 如果那個... 範圍技的話... 會比較快 可是5個是蠻多的 好...那子豐... 這是... 輸出型跟輔助嘛 那... 就是靠神兵的技能齁 就是增加... 暴擊率跟絕學範圍齁 還行啦 那楊昀佐... 不是很期待齁 本次行動... 主動攻擊進入對戰 進入戰鬥前 移動大於等於6到5 4個的時候 對戰之前... 反轉自身1個到有... 有害狀態齁 OK 那對戰之中呢 傷害可以到6到15% 嗯... 好... 好...太冤齁 這個就比較期待一點 治療效果提高8到20% 嗯... 然後... 主動使用... 絕學之後呢 對2個範圍內的1到3個 友方... 施加... 固圓... 和癒合齁 使用主動絕學齁 好... 然後... 一個是雙鎧 然後... 開啟神兵的技能最好給它提升齁 那施放絕學之後呢 可以為... 隊友身交固圓1跟癒合齁 嗯... 就... 也就是OK啦 對... 治療效果啦 我只要不要看好這個治療效果 後面這個就是... 也是OK啦 嗯... 總比沒有齁 不過我覺得... 嗯... 嗯... 宇文拓我覺得還不錯 嗯... 不錯... 子豐也不錯 那就... 在小雪... 小雪... 也是提高治療效果啦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那樣 OK啦 不過這次還是比較期待宇文拓 我覺得還不錯啦 但他還是要軟 嗯... 嗯... 對... 就是4到2個 就是... 可是4到2個我覺得還可以接手啊 4個... 嗯... 也是要看狀態啦 對 好 那... 這次... 的神兵技能的介紹部分 幫大家對... 宇文拓小雪 子豐 太淵 楊永佐 的神兵技能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想呢 那... 有任何感想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和我討論 那... 這期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也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Bidi 還有Discord 反正各位盡情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